大家好,我是Den 以森基在前几天宣布了4月7号将会举行婚礼的消息 而这几天有消息传出 担任以森基婚礼4E的是顾名西宇杰策 而在韩网引起了热议 根据媒体报道 以森基与以达因4月7号的婚礼会在首尔的周级酒店举办 而宇杰策会担任4E 这个消息让很多网友们都惊讶的理由是 第一,4E竟然不是跟以森基有多次合作的抗活动 而是宇杰策 第二,为什么宇杰策会接受这个邀请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知道他们现在被骂成什么样还拜托宇杰策 宇杰策也不属于此拒绝不是吗 真的很狡猾 炮开常常一起出演节目关心亲近的人 却起形象最好的人当4E 这个对方能拒绝吗 真的是给人造成困扰 真心尊敬前辈的话 应该要考虑到会有什么后果或拜托吧 是没有想法吗 悄悄地只请家人亲戚举办婚礼也会被骂 还这么豪华的大情艺人们 真是无语了 对于宇杰策太失望了 再怎么亲近 是让韩国人流血泪的经济犯家庭啊 太厉害了 竟然能将风向转向宇杰策 不要再说别骂宇杰策了 邀请的人跟接受的人都一样 给关系亲近的后备唱猪歌当4E 不是要被骂的事情 而是知道会被骂也拜托的人是最无耻的 现在竟然因为当4E也要被骂可可 你们只要骂诈骗的人就好 看你们这样轮流抹黑真的很恶心 所以对于宇杰策带人以思逆婚礼的4E 以及不是卡罗冬而是宇杰策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让韩国网友们感动的 在舞台上握住成年手的Sana 成年因为颈椎以及心理不安等各种健康问题 停止活动几个月后 为了粉丝们鼓起勇气 以阿库福利战士回归了 而在阿库福利中 有一个动作是Sana伸出双手 成年在下面顶着的桌子舞蹈 而从打歌活动第一周 人气歌谣舞台开始 在直拍中拍到了很多成年难受疲惫的样子 这个时候Sana在桌子舞蹈的部分 握住了成年的手腕 成年停顿一下后 也慢慢地握住了Sana的手 然后在第二周的Music Bank舞台 也握住了彼此的手腕 第二天的音乐中心也是 在最后一次的打歌舞台 直接就握住了彼此的手 看到在舞台上难受疲惫的成年后 握住成年手的Sana那份心意 真的是很催泪 而一开始慢慢握住Sana手的成年 在多次的音乐节目后 就好像是说好的一样 互相紧握的部分 更是让人催泪 成年表情就等于我的表情 每次看到这个就会让我哽咽 再加上最后Sana的笑容 感觉对于彼此真的很情深义气 太喜欢了 我又不是TWICE的粉丝 为什么会哭 果然能够持续长久的孩子们 就是不一样 TWICE更大发吧 前几天 巧莹在接受GQ杂志采访的时候 被问到 是什么契机让你突破难关的呢 是因为讨厌 长久没有真做的自己的样子吗 巧莹回答 对我来说 真的是成员们帮了我很大的忙 是成员们再次让我站起来了 对我来说 成员们真的真的很重要 他们绝对不会对我说 加油你可以的 只是会一直来看我 或者打电话给我 告诉我今天都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们今天要去这里 要不要一起去 反而没有说很多话 只是相信我 大家都相信我 等待我 所以虽然本来感情就很好 但是现在与成员们的感情 变得更坚固了 希望成员下个月的回归 能够健康无事的进行 也希望TWICE的新专辑 大发 三氏 二氏 二氏 我